在我们维修中呢 用的最多的检测元件的工具呢 就是万元表 但是有些元件呢 用我们的万元表是没办法 非常准确的检测出它的好坏 所以它就有了这个电桥 电桥呢 以往呢都是一些台式电桥啊 台式电桥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贴片元件啊 越来越多 在测试的时候啊 像我这个电桥就是一个台式电桥 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开尔文家的话呢 不好去测试啊 一些贴片元件不好测试 而且在路的话也不怎么好测试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有了这种 镊子电桥啊 就是它像一个镊子啊 听这个名字都知道啊 像一个镊子 这样直接去加持这个元件啊 不管我们是拆下来测量 还是在路测量啊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它比我们这一个 用起来要更方便 而且呢还更方便携带 这是一个重移的 JT-MD1的一个镊子电桥啊 这个镊子电桥呢 也到手了几天的啊 我呢简单的也用了一下啊 说几个优点 第一啊 就是刚才说的 用起来比较方便 第二就是它有一个收纳包 像我们在维修台上面啊 有时候你测量东西 如果没有收纳的话啊 你要找一个好用的地方放着 像如果是有这个收纳包的话 我们用了之后 往包里一装啊 随便丢在这个台子上啊 就不会把它弄坏啊 这个是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我试了一下测的一个电容啊 嗯 跟我这个台式电桥对比来一下呢 测试结构呢 是还比较精准啊 下面呢 我就找几个我们常用不好测的 这个远机键 我们来测一下 就是找几个电容 或者是这个电感来测一下啊 啊 这边我找了两个电容啊 一个电感 这个我这里就找到这样一个电感啊 就不去电都晚上拆了 因为我这个电感买过来 上面标有这个杆量啊 200毫横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机器的使用啊 左边这个按键呢 这个是开关机 以及这个档位去换 它也有自动档啊 第二个是调这个电压啊 调频率 这个是调电压啊 它测试的话 我们的电桥测试的话 有一个测试频率啊 我们来开机 开机后呢 我们看啊 这个是自动档啊 我们按这个短按的话 它可以调这个档位啊 这是测电阻的啊 电阻我们都用万一表测啊 主要是用来测电容啊 这是C和电感R 然后什么二级管的这个封面档啊 基本上用不上啊 我们就用万一表可以准确的测量啊 我们测量这个电容和电感 然后第二个按键呢是调这个频率啊 现在是10k 它一共频率有三个档啊 100赫兹 1000赫兹 1000赫兹 然后电压呢 它是两个档啊 电压是长按 0.3V的一个测试电压 和0.6V的一个测试电压 这个测试电压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这个元件拆下来啊 如果 就是说 离开限度板测量的话 就单独测量的话 我们哪个档位就可以 如果我们再度测量的话呢 我们尽量用0.3V的档位啊 好 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 首先测量一下呢 我们再和我这个台式电压 来对比了一下啊 看这个测量结果啊 首先我们测量一下这个 电感啊 我们直接调到电感档位啊 然后用EK的频率啊 看到没有啊 201.6毫亨 好 我们用台式电压测一下 台式电压呢 同样我们用1000赫兹啊 1000赫兹 好 我们这个测的也是201啊 非常准确啊 我们再来看电容 好 我们再来测这两个电容啊 我们把档位打到这个 11档 然后我们把频率呢 把它调到100啊 因为这个电极电容嘛 测电极电容把频率调低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低频特性比较好啊 然后我们先测这个大的 大的标称是220微幅啊 我们看 实测是201微幅啊 低值是0.03 因为它这个电极电容 它本来就有误差 我们等会用这个台式电枪测啊 记得啊 刚才是202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 45啊 低值是0.03 它的标称是47啊 我们再用我的台式电枪测一下 台式电枪呢 现在我们同样打到这个电极电枪测的 我们把这个频率啊 同样打到这个100啊 我们来测 刚才测这个 呃 220的啊 是202吧 好像是啊 我们同样来测一下看 啊 这个打到100 啊 我们测的话也是200违法,地质是0.03 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刚才测的445违法的这个 测445违法这个 测445违法,地质是0.03 所以说这个镊子垫桥 虽然说它小桥,很多人以为 测试出来结果不准,其实它也很准 然后我再来找一个 有几个贴片电容,你看我这里有 贴片电容,这个是多大的上面 这上面没有标称的,以为法的这个贴片电容 像这种东西如果我们用这个 开尔文测试家具测就不好测了,如果我们有这种 镊子电桥测起来就是 非常好测 这个是以为法的这样一个贴片电容,你看我们这样加起来 957纳法,就是以为法 没错这个,它这个本来是有误差的 980纳法 这个就体现了这个 镊子电桥的一个优势 就算是吗